道可道 老子自然規律與社會法則27 西周末年的王朝太史伯陽庫 亦叫做史伯 他被老子和孔子出生早二百多年 史伯是西周太史 是朝廷眾臣 長官起草文高 察命諸侯紀錄史事 編寫史書 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歷法等等 史伯認為和實生物同則不計 意思就是萬物成為和諧 就有生長方更多的萬物 如果萬物完全相同一致 就沒有發展繼續發展 郭語鄭語以下白話文翻譯 史伯說和諧的東西消耗生成萬物 同一的就不可以發展了 將不同的東西加以協調平衡叫做和諧 所以能夠豐富發展而令萬物歸於統一 如果將相同的東西相加 用斷了之後就沒有了 先王將土和金、木、水、火 互相配合生成萬物 史伯嚴格區分和和同的含意 反對去和而取同 和是一種元素和另一種元素互相配合 求得矛盾的均衡和統一 兩個氢原子和一個養原子一結合 就有生成水叫和 氢原子和氢原子一結合就叫同 和是複雜結合 和是簡單的同覆 和需要在矛盾之中取得均衡和統一 齊國思想家、政治家、硬英解釋和 就像煮羹一樣 用不同的食材派出出鮮味的湯羹 和就是用水煮水 最終主席都是水 孔子說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意思就是君子會和其他人相交 小人就只有和小人相交 是一個思想的延續 老子說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揚、充氣以為和 可能就是源自史伯的和實生物 同則不計 知其洪首其痴為天下溪 知是辦事敏知 說話以此重的 其是篩選分門別類 紅本來意思是功了 手在裡面的右手 人生是執拾建造 痴本來意思是無料 為互相合作和諧共處 天是人正面站立突顯頭部 本來意思是人頭 隱身人頭上面的空間 即是天空 下是謙卑 天下就是普天之下 沒有地理、時間和空間限制 溪本來意思是山間小河溝 隱身為村流不適 知道宮廟的存在 就要好好地保護武鳥 宮廟和武鳥和諧共處 消為村流不適地繁顯後代 沒有地理、時間和空間限制 為天下溪 常得不離 復歸於嬰兒 常 本來意思是下山衣服 日常的意思 德 在路上行走 目光極望向前 不走捷徑 隱身是品行端正 守規律的人 常得 是始終不變的品德 德 是上下探索 離 上部人鳥 下部走去牆壁 暴力的工具 本來意思是佈獲 在故事中多數是了名的 即是王麗 表示分開 隱身是逃脫 避開等等 伏 本來意思是 往返、來回、遵從 歸是定居、住宅 於是令人樂於親近 應是辭在子宮入面 為拖兒書上寶貴營養 而是老蠢還未逢後幼嬰 浩天之下和諧共處 村流不適 保留始終不變的品德 就好像在子宮入面的拖兒那麼純潔 知其白 守其黑 為天下色 白 是眼睛的童還未張開 只得眼白 引生為有眼無珠 未人看清楚事物 黑 人的面部受物形的樣貌 引生為光線昏暗 色 本來意思是準則 發道 別人無法知看清楚的樣貌 是因為人的面部受到物形 普天之下發道 應該和人民和諧共處 為天下色 常得不剔 復歸於無極 剔 本來意思是錯誤 不符合客觀實際 無 意思是沒有 極 本來意思是防屋正良 無極就是無窮盡 無邊際 普天之下發道 如果不符合始終不變的品德 就好像沒有正良的防屋這樣 難以找到邊際 知其榮 守其玉 為天下谷 榮 就好像兩枝賢屍的火具 本來意思是銅木 吳銅 隱身草木開的花 梵榮 不同樹同身同掌 幾枝雙手到俘虜 隱身精折 欲 本來意思 向膀殼磨製的蓮刀 即是龐蓮 隱身為財倫被埋沒 明珠暗頭 谷 本來意思是莊家糧食總稱 而是火具會發光 龐蓮可以收割莊架 無懈共處 普天之下都是莊架糧食 為天下谷 常得奶粥 復歸於婆 奶 本來意思是趴出承索 以便牽引 引身為牽引 拉 粥是臀部到腳底的形狀 本來意思是腳 婆 本來意思是未經加工成材木材 普天之下都是倉架糧食 始終不變的品德 就不會走樣了 就像未經加工成材木材那樣 撲散則為器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撲通撲 儒科撲樹熟 落月僑木 愈撲實無話的東西 就愈多用途 愈值得推崇眾事 散 本來意思是三殺 清除草木 撲散 就是純撲之風消散 則是鑄頂之後 用刀岸頂的圓形修飾 本來意思是源自 依據、標準、規範、概念 氣 沸聲魚鑾的獵險 隱生為出淚拔水 聖 本來意思是聽聞 人 人側面隨手是柳形狀 本來意思是人類 聖人 就是教育家 用 本來意思是斗筒 隱生為用途 知 是向前探索 官 在屋下已是 本來意思是官署 朝廷自視處 隱生為官員 長 處處拐掌和強化老人 本來意思是長者 官長 行政單位的主管管理 學實之風消散 經修飾定營出淚拔水 教育家用出淚拔水 來施監 培養行政單位的主管管理 故大際不覺 故是這樣做的話 大是一個張開手腳頂天立地的人 本來意思是超出平均標準 祭向刀斧 砍斷樹木 本來意思是截斷 角 本來意思是用刀切角 大制不覺 是制度完善 就不會傷害老百姓 這樣做的話 如果制度完善 就不會傷害老百姓 聶長告訴我們 知道公寮的存在 就要好好保護武鳥 公寮和武鳥和諧相處 稍為村流不適地繁顯後代 沒有地理、時間、空間的限制 普天之下和諧共處 村流不適 保留始終不變的品德 就像子宮入爺的胎兒般純潔 別人看不清楚樣貌 是因為人的面部受到物形 普天之下的法道 都應該是和人民和諧共處的 普天之下的法道 如果不符合始終不變的品德 就像沒有正良的房屋一樣 難以找到邊際 而燒火具會發光 旁邊不可以收割莊架 互相合作 普天之下都是莊架糧食 普天之下都是莊架糧食 始終不變的品德 就不會走樣了 就像未經加工成材木材一樣 純薄之風消散 經過修飾定營出雷拔稅 教育家用出雷拔稅施隔 培養行政單或主管管理 這樣做的話 如果制度完事 就不會傷害老百姓了